奇怪 这几天怎么老是吃不下东西 老是想吐啊 我这个月 已经过了好几天都没来 我不会是有了吧 禀国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要去告诉他 不行 现在还只是推测 还不能够确定 暂时还是不要惊动家人的好 每个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禀国 怎么了 我有点事 可不可以提早走 你不是才来吗 怎么又要走啊 还好是在自己家公司 要是换了别家 谁能让你来去自如啊 我有事吗 什么事 我 我有好几天没去看我妈了 我想回去看看她 早说嘛 应该的 你先等着 我叫小楼送你去 不用了 你一会儿还要用车呢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送吗 那你一个人小心一点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姐 小小 你不是上课去了吗 怎么来这儿了 我提前下课了 早上走的时候我不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你 你看你脸色这么难看 有没有去医院呢 那可不行 不舒服就要去医院的 我正准备去呢 那正好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大夫 我最近哪里出问题了 少小姐 恭喜你 大夫 您这话的意思是 你怀孕了 姐 相姐 少婷回来没有 还没呢 禀国 少婷不是回家看她妈了吗 难得回家一趟 可能是亲家母留她吃晚饭 禀国 你别着急 也许少婷马上就回来了 妈 是我 没什么 我有点急事 想问少婷 她在家吗 什么 她没回去 没事吧 怎么了 婷婷没回娘家 哥 你觉得我还能相信少婷吗 奇怪 婷婷没回家呀 为什么禀国会打电话来找她呢 婷婷 小小 你们怎么回来了呀 妈 姐怀孕了 真的 婷婷 你怀孕了 是真的吗 太好了 这是我们家的大喜事 禀国知道吗 妈 是我陪姐去医院的 禀国他们不知道 您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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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国是孩子的父亲 应该让禀国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还不能确定 所以根本没敢说 那难怪呢 对了 刚才禀国打电话来家找你 禀国 他来过电话 对 这怀孕是皆大喜事 我们应该早点告诉你婆婆他们 这样吧 妈陪你们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禀国 禀国 开门 禀国 你别闹了 快开门 禀国 你快出来 禀国 你们别管我 禀国 禀国 婷婷一定是有什么事才没有说实话 你出来 有事可以商量 你这样让妈担心死了 快出来 禀国 是啊 禀国 你别这样快开门 这小两口 一天到晚的闯 真是让我烦死了 怎么办呢 禀国一天到晚老是怀疑婷婷 婷婷 婷婷也吃了不少的苦 我劝也劝过了 可是禀国就只听不进去 你说这 他们夫妻俩的事 我这个做大哥的也不好插手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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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怎么可以 禀国 禀国 你出来啊 妈 你别管我了 这孩子 都是让我们宠坏了 董事长 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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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婷婷回来了 禀国 禀国 天天 你不是没回娘家吗 妈 怎么亲家母爷一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事吗 到底跑哪儿去吧 为什么要骗我 禀国 你怎么了 妈 禀国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他俩没回来 你刚挂了电话 他俩就回来了 妈 还是我说吧 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 姐特别不舒服 而且还吐了 我刚刚陪他 去医院做了检查 看医生不是什么坏事 为什么不让禀国 陪你去呢 那是因为 姐 还是你说吧 天天 我医生 说我有了 你 你有了 有孩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可是我们江家 头瞪大喜事 小婷 恭喜你 不过 婷婷啊 我还是要说说你啊 原来是这么大一个喜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惹出来这么大一个误会 妈 姐也是怕 不确定 说出来 让大家失望啊 对 婷婷也是好心啊 禀光 你看 是你太冲动了 没弄清事情之前 就责怪人家 看你 责怪婷婷了吧 就要当父亲的人了 别那么冲动了 你对婷婷要体贴一点 听到了没有啊 妈 我 我知道了 亲家母 对对对 你来告诉我们这么好的喜事 要不要一起留下来吃个饭 是 庆祝庆祝啊 好啊好啊 婷婷 你想吃什么 随便吧 好 我去看看啊 走走走 吃饭了 吃饭了 走 走 走啊 来 香姐 把这个拿出去吧 听听啊 真热 快喝了吧 就喝一点好吗 怎么了 奶粉要搅散 你不知道吗 我 他 他不是会 自己散开的吗 都快要当父亲的人了 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你以后把这样的奶粉 充给孩子喝 会把孩子噎到的 明天 快来快来 我给你炖了山药排骨汤 快趁热喝了 来 妈 谢谢您了 我吃不下 一吃就想吐 你这样不吃怎么行啊 这汤啊 对胎儿和孕妇都好 快趁热吃了 好 妈 姐 妈 小小 你们回来了 姐 你猜我给你买了些什么 买什么了 你看 可不可爱 很漂亮 不过 你又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真瞎买 哎呀 小孩哪分男女啊 都可以穿的 妈 你希望我姐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女孩 一样好 秉国 回来了 你必须带回家好不好 你给我进来 秉华 把她再进来 好 秉华 你出去 你这什么态度 小乔好心买些东西送给孩子 你不但不感谢他 还要对他这么粗鲁 你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吗 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孩子的降临 你给我说句话呀 说不出个理由 还发脾气 发那么大的火 你不知道我们全家都在为孩子的事高兴吗 你整天板着脸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再说 只有让孕妇保持愉快的心情 才会生出健康的宝宝 就你整天拉长着脸 阴阳怪气的 整天让婷婷担惊受怕 不要说她了 我都快受不了了 妈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我就是让你给气的 你到底有什么话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妈 你以为我不愿意 高高兴兴的迎接孩子的出事吗 难道 我就愿意去破坏你们的好心情吗 我也不愿意 可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他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 妈 你也别着急 别生气 我跟秉国谈吧 秉国 妈的病才刚好一点 你怎么还这样气的 妈什么都不知道 就认定是我的错 我心里的苦 又谁知道 你心里的苦可以跟哥说 连我又不能说吗 秉国 你有什么心事 可以告诉我 或许我可以帮你 这种事情 谁也无法帮忙的 你不说出来 怎么知道我帮不了 就算哥帮不上忙 起码你说出来 总比一个人闻在心里强 事情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不好收拾 少婷和李静松 过去谈过恋爱 你也知道了 也 你已经知道了 小小前几天告诉我的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怎么能让我像傻子 一样能在鼓里 我是怕你胡思乱想 疑神疑鬼 才没敢告诉你 小小说 从前都是李静松 一乡情愿 少婷并没有完全接手的 秉国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在结婚前 谁都有交朋友的旋律 再说 让少婷这么好条件的女孩 有人追也并不意外 少婷和李静松 并没有真的断 她和我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人 还在我的私里 不可能 你不要胡思乱想 少婷不是这种人 我也希望如此 但实在有太多的地方 让我不得不去怀疑 就拿领带的事来说 有一次 少婷给我买了一条领带 结果我发现李静松身上 即使跟我一模一样的领带 你的怀疑太可笑了 同样的领带谁都可以买 也许是李静松 自己买的也说不定 只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可不可以 原本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天 少婷竟然把领带 拿回家洗干净以后 又亲手还给了李静松 这 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证明 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妥 毕竟他们是老朋友 偶尔替老朋友之间 做点什么事情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你说得轻松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恐怕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换作是我 如果 小小对他之前的朋友 做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觉得不合适 你 还有一次 李静松 竟然买了一枚 非常名贵的红宝石 戒指送给婷婷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问你 他为什么要送给婷婷礼物呢 那我问你 婷婷她收了没有 没有 当然她母亲 还给李静松 正下被我碰到了 这就是了 既然她没有收的话 就对吧 婷婷和李静松之间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你别老是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这一点还想不通吗 不是我多信 有好几次 婷婷和李静松 在公司碰面的时候 他们的神情都非常紧张 这分明 就是他们心中有鬼 一对分手的男女 同在一个公司碰面 女方又是男方顶头上次的妻子 尴尬是很正常的吗 常常在夜里 婷婷会接到无声的电话 你看她那紧张的样子 我就能确定 这一定是李静松打的 现在无聊的人很多 我也接过同样的无声电话 还有 我经常在婷婷的手机里 看到无名的短信 上面写着 我好想你 好朋友之间互相想念 说声我想你 这也很正常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思维 这么反常的事情 怎么到你这 都不当一回事了 我跟你没有办法谈下去 宾国 那你为什么不问她 听听她怎么说 不用问我也知道 她一定会有很多的理由解释 你就是这样 你不问她就怀疑她 你这样只会自讨苦吃 知道吗 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我说清楚 非要我问 她可能是怕你怀疑她 会引起误会 如果他们之间 真的是清白的话 她就不会心虚 不敢说 你走开 宾国 其实人与人之间 最可怕的就是 你以为我以为 大家才来猜忌的 怀疑来怀疑去的 尤其做夫妻的 怀疑跟猜忌 是最强有力的婚姻杀手 你是那么爱婷婷 可是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很可能会失去她 宾国 我希望你要好好想清楚 一定要处理好 好 哥 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相信 婷婷和李静松之间 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为什么也要 这次推理禁松 这证明你心中 一有